第1個我發現了 這台A7CR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相機的尺寸 但是這台是Sony的Alpha第一代系列的A7S 尺寸呢?其實第一代的A7S A7CR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它的機身尺寸 A7CR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它的機身尺寸 但是我有一台A7D系列的 A7CR應該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它的機身尺寸 但是我這手邊有一台Alpha第一代的A7S 其實第一代的Alpha系列好像還比較小 然後它重點是上面還有一個標準尺寸的觀景床 那這個A7C系列它的觀景床就比較小 那一樣全片幅的改光元件A7C系列 現在已經變得又厚又胖了 那大小其實是更大的 重量呢? 重量呢?重量應該 重量也比第一代的A7系列還要重還滿多的 就整體是都變胖了啦 重量的部分也是比第一代的A7還要再重一些些 就整體都是變大的 就是沒有回到之前那種超級真的是超級輕巧的這種 哇賽! 一隻兩隻手指頭可以拿起來的全片幅相機 這個就是稍微有一點重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